大家好,我是Hidy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長洲租了一間屋 經過一個月以來,我又搬了進來 我們現在還是大包小包在搬進來 但是應該過了今天,就完滿七七八百的了 所以我們現在去了那間屋 然後再加上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可以真的住人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Let's go Hello,這就是我們的新家了 其實你們看到雖然很簡單,沒有太大的布置 但我本身追求的是一個比較簡約的家 現在就差最後一個步驟 因為家具已經買了很多,添置了很多 這個床架是原本業主流給我們的 我就沒有特地去買新的床架 但是床褥我真的接受不到睡一些人睡過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選了這個Skylar床褥 我是自己從香港搬進來長洲的一路搭船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其實這間公司是很好的 因為它賣床了的時候,你可以不用錢 即是不需要加其他運費都可以搬進來長洲 但是因為我這裏沒有人收貨 所以到最後我結果寄了去我公司 然後我在公司搬上船 再搬回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拍到的影片 都算方便的 因為它不是很輕便 但也是一個女孩子 是可以處理到的 有重量 她是有少許貨物 但不是傳統的 很大的床架 一定要裝搬運公司搬進來的 她就不是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除了搬運公司很方便之外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大的優點 就是有100天免費試用 因為如果100天買了之後 你不滿意不喜歡 他們是免費會上門收回床褥 所以我覺得是挺好的一個服務 好了 不說那麼多 我們現在一起開床褥去完成我今天 這個裝修家的最後一個步驟 你到底在做什麼呢? 你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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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個袋子 是放了一些簡介 然後有些關於他們公司的東西 還有這個刀 一會兒就可以用來開床褥 我現在要去救路 這位先生 好運命啊 這個場面 他附送的這個刀片 我覺得除了開床褥之外 應該用來開床褥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為什麼他會特別輕便可以自己一個人抬到長洲呢? 就是因為他裡面做了一個抽真空的設計 所以我們戒開膠袋 床褥就會自己慢慢釋放出來 你要加入我嗎? 有 我拍了床褥 我拍了床褥 是不是高了很多呢? 床褥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繼續拍嗎? 也可以啊 可以啊 終於有床褥了 真的嗎? 為什麼你要回答我? 哇 超感動啊 我們來了這麼多個星期 終於有床褥了 我這裡的床褥是Skylar Light的款式 厚度是六吋的 不是傳統十吋很厚的床褥 我選擇這個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其實房子就不大 如果床褥很厚 空間就會變得很小 反而這個剛剛好 就可以適合一些香港的護具 就像這裡的一間房子 或者是陸架床 或者是組合床 就會選擇六吋厚 這個厚度是比較適合的 還有現在這個的軟硬度 就會是中硬度的 有時候你們選擇床褥的時候 不知道應該選擇硬一點 還是軟一點 因為每個人都一定喜歡軟一點的床褥 如果十分是滿分 這個硬度大約是七至八分左右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裡面其實打開了 可以反轉內層 就可以變得再硬一點 就可以因應自己不同時候的需求 去做到不同的效果 還有我選擇它的原因 就是裡面其實有一點五吋的 一個ASL物料 是一個記憶棉 特點就是比較高氣 還有它的散熱度比較高 因為長洲這裡實在太熱了 夏天 外面應該是有四十度的 很多時候日休息 我們都應該會躲在這裡 所以這個床褥的散熱 可以幫到我們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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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這幾億年的 所以這個承透力都很足夠 絕對是可以支撐到身體的重量 不怕腰骨越躺越躺 好了,我們裝完床褥了 現在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鋪床 這樣就可以睡覺了 好吧 好了,我們終於完成了一個月 就完成了最後這個步驟就是床 正式可以住人 超開心 如果大家想看room tour的話 我會很快很快收拾東西 就會拍給大家看 那就應該一兩個星期的影片會說room tour 給大家看看我究竟最後的成果是怎樣 今天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陪我去見證最後的完成這間家的一刻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眼睛三點和星期日的眼睛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了 我要睡覺了 Bye Bye Chopper在後面 不要啊Chopper 不要啊